倒入精挑细选的红酒跟咖啡酒 还有高级的乳酪一起搅拌 没多久整个工作室充斥着满满的酒箱 只要有订单工作室随即开张 主攻高端的法式甜点市场 白天一早就在人生鼎沸的市场里 摇起一碗一碗的咸粥还有暖胃的面线 踏入职场选择在餐饮业耕耘 打造属于自己的美食天地 做美食给别人吃 看到人家开心的表情的人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我自己兴趣的工作 肯做一定不会比上班差 主要是你选择的品项是不是好做的 就还是要回归到餐品本身 是不是你对这东西有爱 那你也没有做出差异化 求学阶段出入社会时 选择多样 公职这条路也不绝于耳 但如何选第一步依旧在于个人 就很喜欢跟别人互动聊天讲话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坐在办公室上面 我觉得我没办法一直很重复同样的工作 再来是我觉得我喜欢挑战自己 想要赚更多的钱 因为我觉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稳定 但它无法让我 讲难题就是我想要提早退休 在百花齐放的市场里 选择多样自己的路怎么走 短中长期也可能左右去向 其实以公职考试报考的年龄属性 大约落于25岁到35岁的这个族群是最多的 换句话说是它刚出社会平均到3到5个年头 那在工作的状况不是那样的稳定 在台湾的就位市场里面 要嘛透过自己的专业能力 来去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要嘛透过考试层面的部分 完善的福利和升迁制度 一直是大家公认的铁饭碗 虽然2022年政府才刚为全国 约82万名的军公教人员加薪 这也是25年来调幅最高的一次 但固定的薪水要有所成长 决定权却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开始出现一般小吃店薪水 远高于公职的窘境 回推为民国99年到大概10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平均薪 实薪的部分大概95 所以那个时候换算过来 公务人员的薪资相对来得高 公棚的状况来看 现在实行到了170 好像176还是78的一个薪资水平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公务人员 没有比外面的薪资要来得高 台湾的公务人员报考状况 从民国95年到现在 是呈现先升后降 95年的时候 人数是来到了28万3000多人 一直到99年是呈现高峰 来到了53万6000多人 不过到了110年的时候 数字的降到了23万9000多人 问题在于调薪的速度 追赶不上通膨 再加上行业类别蓬勃发展 只要你有想法 有实力 就能闯出一片天 这个理论叫做 补偿性工资差异 我们除了教育程度 是一个决定工作收入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外 那事实上工作特征 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比如说肮脏辛苦 高风险的工作 它的薪资 每日的薪酬是比较高的 从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看 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相较稳定 职业的差异化也带出薪资裸差 新加坡的公务人员薪水 远高于台湾 他们给付给公务人员薪资 是很高的 如果在针对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 事实上教育程度都蛮高的 过去这个政府都在鼓励企业 对员工加薪 那可是政府是不是应该 做一个领头羊 做一个加薪 对公务人员鼓励加薪的一个动作 工作环境选择的不同 再到个人特质等等 能获得的报酬难以相提并论 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才能在对的位置 茁壮罚光 TVBS新闻 陈如环和嘉阳谢丹茨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